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喜爱他文学作品的读者来参加告别仪式 他们当中有的来自于大陆各省市 有的来自台湾 还有专程从海外赶回来 送陈映珍先生最后一程 陈映珍这一生 对祖国的热爱 他这种感情实在是非常感动 很多一大批台湾的年轻人 都是追随着他 走上了追求祖国统一的道路 走上了关怀基层 追求公平正义这样的一个道路 1937年11月 陈映珍出生于台湾苗栗 青少年时代就接触进步思想 树立了追求祖国统一的理想 他曾创作《我的弟弟康雄》 《将军祖》等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 颂扬台湾同胞光荣的爱国爱乡传统 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 反对独裁专制 揭露台独的荒谬与危害 唤醒感召着许多台湾同胞 走上追求祖国统一的道路 我们以后只有在不同的阵地 继续把陈先生所开拓的一些战场 所未尽的事业 我们还是继续努力 只能这样才对得起陈先生 他留下来的作品 以及他留下来的这种精神风范 他是永远会存在着 陈映珍先生 曾因反抗台湾当局独裁专制被监禁 获释后 义无反顾投身爱国统一运动 长期坚守台湾文化阵地 在台湾创办人间杂志等进步刊物 1988年 他参与创建台湾中国统一联盟 并出任主席 当时在他杂志工作的年轻人 后来都成为我们统运的主角 主力干部 他也栽培了下一代 不但如此 陈先生他在这个论述和理论上 也提供我们许多引领我们的方向 尤其是他的人格 真正是让我们非常的尊敬 陈映珍先生2006年定居祖国大陆 受聘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 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好我们来看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被控泄密案 1号下午传唤马英九出庭 马英九提前到台北地检署报到 支持民众在台北地检署 罚警事前高喊加油 为马打气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涉嫌教唆台检察部门 前主管黄世明泄密案 1号首度以被告身份传唤马英九出庭 下午2点左右 马英九抵达台北地检署 马英九脸上挂着笑容不发抑郁 报到后随即上楼进侦查庭 黄世明以及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江一话 也以证人身份到庭 本署基于侦查不公开 在此不便对外说明 承办假官自会依法侦办 上个月8号台北地方法院开庭 审理科建民控告马英九涉嫌泄密 教唆黄世明泄密等罪名 是马英九卸任后首度以被告身份出庭 这次则是北检传唤 两边都在审理泄密案 卸任后的马英九出庭次数明显增加 马英九办公室前副秘书长罗志强表示 民进党对马英九的送海策略已全面启动 罗志强一号在脸谱上发文表示 黄世明主动纠举司法官说一事 却被法院判决泄密 他称不敢苟同但还是尊重 但若连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主观上 不认为是机密的情况下 都被司法认为是教唆泄密而遭判刑 变成官说司法者生 捍卫司法公正者亡 官说司法者无罪 反官说司法者入狱的人间之谬 台湾未来还有谁敢在一权谋私者的面前 做杖马之名 这个公道死是非王的台湾 还能剩下什么 国民党青年团一号下午五点 集结在蔡英文办公室附近 小南门地铁站外抗议 痛批蔡英文昧日卖台 相信要台湾民众接受日本核实 行为实在可耻 国民党青年团要求 蔡英文官邸内固入金汤 御厨帮他料理所有美食 如果他真的敢保证 辅导周边食品没有问题 那么即日起 官邸内的所有膳食食材 均只能使用辅导来的农产品 而且邀请民进党 台里法机构党团明代一起使用 使用一年后安全无忧 再开放通行 国民党青年团指出 台湾民众不是日本的二等国民 为什么日本人一句话 就要牺牲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 号称最会沟通的台当局 如今人民要沟通 却被拒绝在千里之外 希望蔡英文不要成为 只会听命行事的傀儡 应该为台湾人民考虑 台行政机构12月份 将加开三场日本核灾区食品 书台公听会 台行政机构食品安全办公室 与食品药物管理部门 于1号上午举办会前会 邀请的专家学者与民间团体 针对公听会名称 以及发言程序的问题出现了争议 大多数代表要求 在公听会名称上 再加上辐射两个字 场外有民众举牌 抗议开放日本核灾食品 是出卖台湾民众健康 场内也是争吵不休 原本整理五大争议点要讨论 但是光是公听会的名字 要如何修改 各方就吵了一整个上午 台行政机构 原本拟定公听会的名称是 日本食品书台安全与风险 讨论公听会 但现场民代 以及多个民间团体 不满名称中没有 辐射 核灾污染等字眼 希望修正名称 否则其他一成都免谈 各方争执了一个上午 最后决议将公听会的名称定为 日本核灾后 食品风险危害评估及管理 即辞呈立木千叶群马食品开放与否 公听会 总共34个字 我觉得这是人民力量的展现 没有前面的时长 打打那闹 不清不楚 这个急就张的时长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 所谓的公听会 没有今天的这个公听会的预备会 所以人民展现力量 政府就又必须要听到人民的声音 如果前面的时长也是被摸摸头 用一种教条式的 宣传式的公听会的话 没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而下午公听会预备会 继续就其他四个争议点进行讨论 对于公听会怎么开 开集场等问题 现场依旧争吵不休 缺乏共识 来 同纪下去是哪一位 人民的声音啊 人民的声音啊 这是我们家民的声音啊 这不是我们可以找人类的 你要怎么决定 决定这个就是今天这个主题 你待会给理事中文提出来 看大家同不同意 好不好 谢谢你 原本台当局决定在12月 加开台北高雄两场公听会 以及一场电视公听会 经过一番争论 最后决定12月25号 明年1月2号 以及1月8号 分别在新北高雄台北 举办三场公听会 并开放民众报名 所以新北的第一场会 主办在12月25号 那现在在讨论这些真点 就是各种不同的团体 他们提出各种不同的问题 那我个人提出两个真点 也就是我提出疑问 他里面有提到说 人民是不是 人民要相信政府的把关吗 那我提出来的是 人民可不可以不相信政府的把关 第二个 我可不可以选择不开放 最后主办方表示 会将与会代表的意见 都列入争议点 然后统整这些争议点 等12月底开始的三场公听会 再一一厘清 台湾立法机构 11月30号就 劳动基准条例修正案进行协商 由于法案内容涉及 删除劳工七天休假 在台立法机构前 绝食抗议的劳工团体 12月1号对外批评 蔡英文当局 不顾劳工权益 表示会持续抗争 高喊口号 手中拿着标语 头上还绑着绝食的头巾 台湾各劳工团体 聚集在台立法机构门前抗议 后方的板子上 记录着绝食时间 已经超过600小时 这些劳工团体来自各县市 他们的目标是 为了自己休假的权益 劳工团体从上个月 就已经开始绝食抗议 其中有人已经绝食 超过100个小时 他们表示 按照惯例 台湾工商界会在12月底 排出明年的刑事例 所以台当局才急于通过 劳动基准条例修正案 依我推测 应该是会在这个会计 它会强度关山 把这个期天假通过 那么劳团会持续关注 那么可能不排除 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来遏止这个法案的进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台湾媒体今天还重点关注了哪些资讯和评论 我们来联系一下本台的驻台观察员卢强 卢强 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紫乔 刚刚新闻里提到有关反对日本核灾食品书台的最新动态 那么针对这个事 今天联合报有一篇评论 我们来看 对美 立抗美牛 对日一再退让 食安外市 绿营两套标准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新闻配图 在2011年的时候 台湾是对福岛核灾捐助最多的地区 图上这个日本人是弯腰功倍接受捐款 可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当台湾提出拒绝日本核灾食品的时候 这个日本人的态度是大转变 而且还反咬一口说 伤了日本人的心 日本强势要求台湾进口核灾地区食品 日本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说 台湾有很多言语无凭无据 大大的伤害了日本国民 先不说台湾是对福岛核灾捐助最多的地区 大桥光夫在公开场合对台湾内务说三道四 可谓是失礼至极 历史上只有日本人伤害台湾人 还找不到台湾人伤害日本人的势力 文章还列举了 在2011年绿营不断以美牛为议题抗争 甚至霸占立法机构主席台五天四夜 公开宣称美牛为毒牛 说进不进口是台湾的事 那么反观今天日本核灾食品仪式 首先看到的是日本 既不肯说太平岛是岛 也不容许台湾渔船到葱枝鸟礁200里内捕鱼 对台湾天灾的捐助更是寥寥无几 对这样一个国家我们还一再退让 绿营怎么是两套食安和两套外食标准 如果可以 绿营就对日本福灾食品也占一下立法机构 让我们佩服一下吧 当然这是不太可能或者更直接的说是根本不可能 最近台北街头每天充斥着抗争群众 而且这个队伍是不断的增加 除了民众抵制日本核灾食品的示威活动 还有劳工的一利一休之争 那么今天中国时报头版头条也在关注这个事 一利一休今天强度关山 劳工团体绝食抗议已经超过了600小时 针对所谓劳基法修法 蓝绿今天将在立法机构对决 民进党团是铁了心 今天将增列议案 有意强度关山以表决的方式通过一利一休 那国民党党团也不敢轻敌 同样是祭出甲级动员 蓝绿备战气氛山羽欲来 曾经蔡当局承诺以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打造一个全新的台湾 但随着风火连绵抗争四起 她也严重考验着民众的耐心 对此今天联合报有一篇评论 我们来看改革冲爆 蔡英文的眼高手低 文章说从施政满月时超过六成的支持度 跌到施政半年后仅有三成的满意度 我们不知道蔡英文如何解读民意对她的失望 在520就职演说中蔡英文所有的承诺可以化作一句话 人民期待的就是解决问题 但是施政半年来台当局究竟帮台湾解决了什么问题 或者说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好的今天我在台湾的五件关注就是这样把时间还给福州 紫桥 好谢谢卢强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 12月1号马尾马祖再次携手 在福州举行以情系列案畅游两马为主题的两马旅游推介会 共同宣传推介两马旅游风光 发布畅游两马贵民政策 此次畅游两马活动从2016年12月1号起到2017年12月1号期间 福州马尾区对大陆游客经马尾口岸赴马祖过夜游的 按每人次300元人民币的标准实行奖励 在此基础上在参观马尾区一个收费景点 而且入住马尾区星级酒店或卧龙山庄酒店的 则按每人次400元人民币标准实行奖励 马祖方面对付马祖三日游的游客 赠送马祖陈高 元尊陈高 海福荣等三大伴手礼 马尾马祖双方的优惠政策叠加 将给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我们这整个服务的品质上面都做了一个提升 我们各个旅游业者还有我们各个旅游从业人员 我们都做了很好的一个训练 那马祖现在这个时间去 我们的整个宗教还有我们的弟子的整个的一个活动都非常的丰富多彩 那希望我们大陆的乡亲能多到马祖来游玩 马尾和马祖两地都具有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品质 马尾是一处极具文化内涵的人文旅游圣地 素有千年古港百年传政的美称 而马祖则是一处神秘秀美的宝岛 蔚蓝海岸 马祖文化 闽东聚落 战地风光 还有美丽的蓝眼泪 是马祖列岛的独特旅游资源 是一座慢活度假圣地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海峡五报 带您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地时间的12月1号说 朝鲜将采取更强有力自卫性措施 应对联合国案例会涉潮新决议 而欧盟对外行动署当地时间的11月30号深夜发表声明 表示 在联合国案例会通过最新的涉朝鲜决议后 欧盟将考虑采取进一步制裁朝鲜的措施 据朝中社1号报道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 朝鲜将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自卫性措施 应对此次联合国案例会涉潮制裁决议 发言人说 9月进行的核弹头爆炸试验 是朝鲜军民做好准备 一旦遭到侵犯就要反击的超强硬意志的体现 一旦朝鲜半岛和地区形势陷入失控状态 策划涉朝制裁决议的美国应该对此负全责 发言人说 奥巴马政权误认为 通过制裁压迫就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路线 朝鲜不会与奥巴马政府进行交涉 而是将沿着既定路线前进 当地时间11月30号 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 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将迅速转换为欧盟法律 欧盟还将考虑是否需要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性措施 欧盟对外行动署批评朝鲜今年的两次核试验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并表示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新决议表明 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据韩联社12月1号报道 韩国执政党当天就总统下台程序达成一致意见 同意朴槿惠明年4月辞职6月大选 而同一天在野党三党未能就谈和总统日期达成一致 另外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前总统朴正希的故居 当地时间的12月1号发生火灾 当地警方称火灾是人为纵火所致 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国会代表 在当天结束议员总会后表示 总统明年4月末辞职是最合理的日程 一方面为了实现政权稳定过度 并为准备大选争取时间 另一方面明年4月末与弹劾结束时间相近 因此这一安排最为合理 获得了议员们的一致赞成 新国家党希望在野党能够拿出诚意予以回应 展开对话 与执政党要求总统4月辞职的主张不同 韩国三大在野党一直坚持总统立即下台 坚持弹劾程序 不过三大党领导人一号在国会会晤 未能就弹劾总统日期达成一致 自亲信干政事件爆发以来 韩国已经举行了五轮煮光集会 要求朴槿惠下台 韩国警方一号透露 三号还将有1500多个市民团体 前往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 第六轮煮光集会 要求朴槿惠下台 主办方预计 首尔地区将有几十万民众参与 另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前总统朴正熙的故居 当地时间12月1号发生火灾 当地警方称 火灾系人为纵火所致 目前嫌犯已经被逮捕 朴正熙的故居位于青上北道 归尾市上茅洞 故居内设有朴正熙 及妻子录英修纪念堂的建筑 已经被完全焚毁 就在同一天 深县青信干政丑闻的朴槿惠 前往大邱市的一处火灾现场视察 这也是最近一个多月来 他的首次外出 乌克兰国防部新闻局 在当地时间的12月1号通报说 乌克兰防空导弹部队 当天在南部黑海上空 试射中程防空导弹 导弹击中了预定目标 通报说 此次导弹试射是乌克兰空军 11月28号开始的军演的重要组成部分 导弹发射地点 位于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境内 距克里米亚半岛约90公里 除防空导弹部队外 乌克兰空军作战运输 及无线电技术部队也参与了演习 通报说 试射旨在检验导弹质量 并通过演习积累防空作战经验 导弹试射的安全措施严密 不会对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 邻近区域造成威胁 另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消息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当天在听取 导弹试射情况报告后说 重建国家防空系统是乌克兰军方 当前的优先任务 他同时强调 所有实弹发射都是在乌克兰领空范围内 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2月1号 发表年度国情资文时说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保障全球和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种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 普京说 俄中两国在诸如贸易 投资 能源和高科技等领域的互利合作 每年都不断充实 且规模不断扩大 当地时间12月1号 新任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埃坛抵达安卡拉 与此同时 土耳其方面当天也宣布 新任土耳其驻以色列大使将于近日赴特拉维夫上任 两国互派大使标志着2010年两国关系破裂后 双方关系正式恢复正常 泰国新国王拉玛时事瓦吉拉隆宫 当地时间12月1号晚在律石宫正式登基 瓦吉拉隆宫当天在大皇宫主持了 普密彭先王室事50天的国丧赠金法会后 在律石宫次见临时摄政王 丙廷素拉暖上将 政府总理巴裕 立法议会主席彭贝 以及最高法院院长威拉彭 在彭贝的恭请下 瓦吉拉隆宫继位 在诸位官员的见证下 瓦吉拉隆宫在普密彭先王和施利吉王后 遇向前行礼正式登基成为拉玛时事 法国总统奥朗德 当地时间12月1号发表电视讲话说 他将不参加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寻求连任 奥朗德说 自己在任期间法国在财政状况 降低失业率等方面取得进展 在接下来的数月内 他唯一的任务就是继续领导好国家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带您继续看新闻 前几年一套名为货币战争的丛书风行 它描写了三百年来 国际金融集团在各国的政治与经济领域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血腥掠夺史 随着中国金融的剑词开放 昨天发生在西方的故事 今天会在中国重演吗 今晚东南卫视播出的 中国正在说为您讲述 金融资本全球化挑战下的中国对策 2016年10月1号 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SDR货币篮子 欢呼声中我们还要警惕什么 其实它意味着倒逼 你加快人民币的汇率自由兑换 温铁军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战略思想库成员 他的八次危机和告别百年激进 从金融角度提出了成本转嫁理论 揭秘发达国家如何将发展成本转移给发展中国家 美国一国的债务是全球GDP的总和还要多 发达国家的金融负债550万亿美元 那因此他就把游戏规则改了 那因此他就把游戏规则改了 不用还 而是把债务干嘛呢 打包变成资产 在债务市场可以卖 可以买 然后变成债务期货等等等等 货币竞争的实质是什么 薄薄一张纸 背后有何选机 你们在各个方面所听到的各种各样的对中国的批评 某种程度上是试图让中国能够形成金融信用的国家政治信用 化掉 中国正在说的演讲现场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 观众提问更是踊跃 前几年 李嘉诚先生 处置了一部分国内人民币资产 转而去购置英国的资产 那现在看来 您觉得他是赔了还是赚了 从危机成本转嫁 看世界风云变换 从人民利益 看货币主权消涨 12月2号21点10分 知名学者温铁军 为您讲述 用脚走出来的经济学 第二届三方七项文创节 继2016福建首作之美大展 1号在福州三方七项南后街展览馆开幕 第二届三方七项文创节 继2016福建首作之美大展 展览总面积620平方米 现场根据展品分成 中国传统手工艺品 及西洋传统手工艺品展示区 手工艺术品展区 手作体验区 手工艺术品销售区 四大区域 展品来自全国各地 以飞翼传承人 知名手作艺人的展品为主打 手作体验区 为有艺术想往的普通市民和游客 提供机会 让他们在看展之余 也能过一把手作的影 而手工艺术品展销区 则是吸引了许多台湾和本土的 文创青年创业者来此摆设市集 展销区的创意商品种类丰富 包括金工 皮具 刺绣 布衣 单营等等 一方面鼓励青年文创行业的发展 同时也让民众花小钱 也能买到设计感 艺术感十足的手作商品 好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的官方微博 以及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 感谢收看 我是指导乔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种类传 w 我们做一事的